大家好,今天国际新闻应该就是一个G7 七国在日本玩了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有一些文章透过美国之音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篇文章就是英国的首相说这个地球上中国是构成安全的最大威胁 这是他的结论 第二呢就是G7说了中国的经济威胁要抑制 我们先看一看文章然后再说一说我们的纪录 文章来自于美国之音 苏纳克说中国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全球安全挑战 英国首相苏5月21日在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 中国对世界安全和繁荣构成最严峻的挑战 不过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应该谋取与全面中国脱钩 路透社报道 在参加完广岛七国集团G7峰会后 苏纳克对媒体表示 中国对全球安全与繁荣构成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 他们在国内越来越独裁 在国外越来越处处逼人 七国集团公报抵御中国经济胁迫立场一致 不脱钩但去风险 日本广岛本届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 5月20日下午发表公报的第51 与52条聚焦中国 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中国经济胁迫 但同时明确 不与中国脱钩 要去风险 在台湾新疆西藏香港与南中国海问题上G7公报再次做出明确表态 两个文章吧 第一个文章就是英国这个首相苏纳克说 当今世界全球最大的安全威胁是来自于中国 这个事情公平的来说我不太认同 全球的安全 中国破坏谁了 到现在其实我不认为 这句话说的有点过 威胁全球安全的英国你跑不了 美国也跑不了 这样的一种表态宣誓 以中国为敌 他在这里边都把俄罗斯给刨除了 俄罗斯普京和乌克兰这正打着呢 有进攻 有导弹 有坦克 有飞弹 这个他都说 这都不叫安全威胁 中国这块土地上现在没打仗 他没跟别人打仗 怎么这个地方成了最大的安全威胁了 非常的可笑 如果他要说普京 可能还靠点谱 至少人家现在打仗 而此时此刻 全球最大的威胁 不说普京而说中国 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显然是在胡说八道 我觉得普京他有毁灭世界的武器 他有那么多的核弹头 而中国战时还没有 另外一个国家就是美国也有 威胁全球的 你说俄罗斯 有人点头 你说美国也有人点头 你说中国现在他能够有军事实力去威胁全世界的安全 我觉得不准确 所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英国这个首相的意识形态就是那个 他在表态 其实他是在表态 他只能代表他自己 其实他代表不了什么 这个世界上你要忽悠谁也没有那么简单了 大家都看得见了 所以第一篇报道我觉得挺没劲 第二篇文章就是七国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威胁 或者经济胁迫是最重要的 这个他们说的靠谱 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成长 在超越一些西方国家 不管他在航空航天通讯以及未来 在半导体方面能源方面 这几年他的发展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篇文章就体现出英美这些国家不想让你超过他们 你必须保持落后就没事 你要发展起来要超过我们 那就不行 你威胁我们了 你威胁我们的霸主地位了 应该意思就是这个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这个世界如果大家都共同发展 对人类没有坏处的话 我们是认同的 现在作为西方国家就是 我不许你发展 我来发展 而我发展的目的就是我来控制你 我来掠夺你的财富 我们的人可以阳光海岸 可以快乐岛上玩着 你们的人不行 你们这个东亚病夫 你们不配 你们的财富应该交给我们 你们凑合活着 你们叫略等人 我们是上等人 我们享受生活 他们的思路应该是这样 当突然看到 又一帮土包子 你也起来了 你也阳光海岸了 马云你也几百个亿 几千个亿了 也周转起来了 不行 生气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 得抑制他的经济发展 那也就为后面的制裁 打下了一个基础吧 就是制裁中国 不让他发展 你说这种心态 但是呢 还别脱钩 也别断 为什么不断呢 他们还离不开中国 前一篇文章说了 中国对世界繁荣构成了威胁了 世界繁荣 中国怎么构成了威胁了 这句话也有点可笑 就是中国它是一个世界工厂 N多年前 西方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环境 就有一些产品 在生产的时候呢 会造成很多的污染 污染空气 污染环境 这个时候中国它有人口 它改革开放 它大量的就是到我这来加工 叫来料加工 我用我廉价的劳动力 为你做好东西以后 你再运出去 所以那时候西方国家呢 纷纷就把一些生产型的企业 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就转到了中国 因为在西方国家 人工贵 同时还有污染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 就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加工厂 早期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质量不怎么样 但是到现在呢 我看看有些东西 生产的已经可以了 就是质量也提高了 但是它人工便宜啊 它比如说地皮也便宜啊 政府有很多的优惠的政策 补贴这些企业 什么外资啊 三资企业 所以它现在造成了一个 就是世界生产基地 这么一个现象 也就是你们西方国家 穿的这些衣服 用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中国生产的 而且挺便宜的 中国它生产这些东西 导致的是什么呢 是世界繁荣了 是你们享受了 怎么在这个英国首相嘴里边 就变成了中国威胁世界繁荣了 可能他说那个繁荣 和我们老百姓理解这个繁荣 不太一样 我们老百姓理解这个繁荣啊 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吃穿住行 他们那个繁荣 是他们上层的 快乐岛那种繁荣 私人飞机 美女抱着 大餐搓着 阳光晒着 这个繁荣可能让中国人给影响了 威胁他们了 也就是那种地方 本来只有那种面孔的 现在东亚病夫这个面孔的 也想到这个快乐岛上来快乐一下了 门都没有啊 可是人家现在有点钱了 就能来就能看见这些人 所以他们不高兴了 我判断这个英国首相说 中国威胁了世界繁荣 应该是威胁了他们那个上层社会的繁荣的景象了 也就是在他们脑子里边 上层社会不应该有这种面孔出现 应该都是那种面孔出现 这个是我们的解读 只能这样解读了 否则你解释不清楚 你看这边的沃尔玛 这个大的商店的背 这些大的连锁商店 这些产品 比较廉价的产品 都是Made in China 所以世界繁荣是中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就是中国自己的环境污染了 自己劳工便宜了 而为西方国家创造了这么多产品 为你们过好幸福生活提供了产品 结果呢 现在被骂成你威胁我们繁荣了 就是这个英国首相这个水平 我觉得不怎么样 我认为这个长得一副这种面孔的 英国首相的面孔真的不怎么样 我觉得他的水平还不如前边这个Johnson Johnson恐怕在某些方面比这个要强很多 不过他活到今天还没有人罢免他 不像这个特拉斯 45天就给干掉了 这个上来以后 其实他的口号跟特拉斯没什么区别 怎么他这没被干掉呢 这个可以去研究研究 回过头来说 今天在美国之音的两篇文章呢 就是G7 不是G7了 我说这个叫G8 为什么叫G8呢 司机也来了 乌克兰也来了 以后就改成G8吧 乌克兰也进来 哎哎哎 搭点银子过来 我要钱来了 给妈给 给点 给点武器 给点银子 这个完全是政治作秀 毫无任何意义 把司机弄到广岛来 目的是为了让另外六个国家 哎 你们再当面许个诺 再打点银子过去 但是还有个新闻 我看到了在主流媒体没有的 在日本好多日本民众抗议 抗议跟警察发生了很多冲突 他们抗议的口号就是 世界战争是你们G7造成的 后来有网友留言说 原来日本也有正义的老百姓啊 应该是有了 在广岛啊 你知道 这个会在广岛开 去拜访一下广岛死难民众的墓地 这广岛是谁炸的呀 不是美国人炸的吗 他把这个G7放在广岛开 我觉得日本人也挺有含义的 广岛是原子弹轰炸地方啊 你到这地方这些太太们 不去拜访什么吗 不联想到什么吗 谁把广岛给炸掉的 所以日本人有抗议呢 也是这样 日本人的抗议就是 你们这七个国家才是世界啥 战争的罪魁祸首呢 结果警察给灭了 所以很讽刺 我觉得现在这个 什么G7呀G8呀 就那样吧 政治作秀 没有什么可评论的价值了 我们也还是把它当作八卦来评论吧 看到美国总统走路都 别摔跟头 别摔跟头 差点又没摔一下 就这种样子 还要2024再选呢 我们等着看吧 这种国际八卦呢 当作笑话 说完就完了 没有什么可值的评论的价值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拿大射击运动学院 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2013年成立 专门培养奥运会射击运动员 分青少年组和成人组 学校开设持枪证课程 狩猎证课程和奥运会射击项目课程 至今已经培养了8000多位学生 和打猎射击爱好者 学生在北美射击比赛中 取得了许多优秀成绩 并且为世界名牌大学 输送了多名世界级射击选手 学校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